我们现在要今天的第三题 这是一道文学题 送分题 两个黄梨 鸣翠柳 一行白路上青天 这一句诗词当中 包含了几种颜色 A 三种 B 四种 C 五种 三 二 一 开始 快跑 爸爸加油 这是大伟 找到惊艳的 五强摔倒了 媛媛开始找到 自己找到自己弦奏了 她马上撞下来了 大伟货的第一名 差一点点 五强第二名 媛媛是第三名 但是媛媛现在已经找到一点 这个窍门和技巧了 好 大伟 第一名 那请问一下 这一句诗词当中包含了几种颜色 两只黄梨 鸣翠柳 五种 不好意思 不是五种 下面一个选手是舞乔是第二位 你两只黄 鸣翠柳 那我就猜吧 这机会难得 那我就 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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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就输了 四种回答正确 我能猜的 接下来进入到第四题 是一道美食体 这个质地比较硬的 他北豆腐都吃过 是用卤水制作的 那柔软细腻的南豆腐 是用什么物质来凝固的呢 三二一冲 快跑 加油 加油 五强也很快 但是是大伟 也非常的快 大伟第一名 五强第二名 圆圆 圆圆 圆圆加油 圆圆加油 OK 那请问一下这个南豆腐 是用什么来凝固的 用石膏点的 那恭喜我们的大伟同学 答对了就是石膏 恭喜 恭喜大伟哥 哇 好了 好了 我们现在比分是1比0比3 一同学 给爸爸加油吧 现在爸爸落后了 来来来 爸爸加油 给爸爸力量 爸爸加油是不是 爸爸加油 好的 那圆圆妈 看现在 还没有答对问题 也没有抢到 所以 圆圆 拿出你打乒乓球的气势来 相信你可以的 好 相信妈妈的鼓励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下面一题了 色彩艳丽 可爱灵动的大金鱼 大家都养过 那请问一下 它的祖先是什么鱼呢 A 鲤鱼 B 鲫鱼 C 草鱼 3 2 1 爸爸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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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起来 圆圆加油 我一点 我一点 不急不急 五强 大伟 第二个 圆圆 先迈上队 没事 到达终点 就赢了 卢老师又是第一个 真是掌握了精髓了 那请问一下 鲸鱼的祖先是 那应该是鲸鱼 鲸鱼 鲸鱼 那我们的答案是否是B 鲸鱼呢 恭喜你回答正确 五强 再答多一题 你就可以拿到今天的无限之鲸勋章了 两位要加油 好 爸爸加油 圆圆加油 五强 五强 你飞了 圆圆同学又卡到了这个地方 我怎么感觉这个这一幕似曾相识 好了 五强第一个回答 最上色的时候 唐朝 回答宋 哪流到我们大卫老师 他居然唐朝错了 可能想宋朝 宋朝 恭喜我们大卫老师 又记得了一分 下面是一道图片题 请看大屏幕 根据图片里面的文字 请在五秒内按顺序念出自己的颜色 三 二 一 走 不能让他给他们反应的机会 好快 好快 三团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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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太快了 五千 天哪 大卫第二位 接下来我开始展示出来 我只是五个数 你要念出来 三 二 一 展示 蓝 绿 红 蓝 绿 红 恭喜你答对了 恭喜 好 把人家活都被缓过来 我们的五强同学 拿到了这一次跨时代战书的冠军 来 来 请我们的选手和我们的注意团说 站在舞台中央 刚刚非常精彩的跨时代战道的环节 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的冠军已经产生 身边的五强非常的厉害 速度极快 那接下来小田 来为我们的五强 颁发出本次的无限执行勋章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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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五强 好 谢谢 好了 再一次恭喜五强 那我们本期的跨时代战书 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我们所有的嘉宾选手助力团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赛会 拜拜 欢迎订阅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